第二届KKBOX Podcast 风云榜颁奖典礼在今天登场 过去一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模式 KKBOX Podcast的整体听众数更是成长了三倍之多 听众透过聆听来放松或者是吸收心知 而年度百大Podcast主持人也出现了这场颁奖典礼 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第二届KKBOX Podcast 风云榜颁奖典礼热闹登场 各个当红的Podcaster闪亮现身 去年KKBOX Podcast整体听众数成长了300% 累积收听量更超过了1000万次 去年听众最喜欢的节目其实是说故事型的节目 因为去年因为疫情期间 所以有非常多的家长在家他们需要育儿 所以让我们的育儿节目呢 相较于2020年收听时数的总和来到668倍 入围风云榜的百大节目主持人 也齐聚一堂分享创作心路历程 然后未来可能会想说可以找素有上节目 可以来聊聊一些彼此的一些看法 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开始分享说 哇你们节目真的变成我们的救星 就是他们可以休息个10分钟 然后给小孩听这样 前十大任门节目从财经到童话故事 再到谈话类型通通有 另外最受瞩目有百大创作者 互相投票的三个奖项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夺下最佳主持人 而最佳新晋节目和最佳节目 则是由时间的女儿八卦历史一举拿下 听众粉丝也期待 2022能听见更有共鸣的声音响宴 近台北综合报道